鎖定目標 下一秒成功攔截飛彈攻擊 不同大小的無人機 作用也不一樣 乌軍水上無人機乘風破浪 載著七百磅炸藥朝俄國港口前進 受到俄乌戰爭影響 臺灣也正朝著無人機部隊來發展 不過現在也面臨棘手問題 因為戰場上影響深遠的小型低成本無人機 絕大多數來自中國 若臺灣使用在戰場上將成為國安危機 而臺灣接下來又該如何因應 台海衝突 無人機恐怕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 因此國防部表示 已經研擬未來五年支出 約一點七五億美元 大約新臺幣五十六億元 向民間承包商採購約三千兩百 架無人機打造無人機國家隊 除此之外 還有美方支援六月十九號 美國國務院批准一項價值 三點六億美元對臺軍售案 包括約一千架無人機 不過對此中國動作也沒有停下來 像是傳出鎖定高雄港 中國恐怕會使用海警執法來隔離臺灣 是不是真的會封鎖高雄港 專家學者看法不一 不過臺灣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備戰才能備戰 能戰才能止戰 三立新聞華少平楊紫玉台北報導